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1月16日星期六 欢迎来到财经的眼 这两天中国的疫情可以说又开始恶化了 中国的河北和黑浓江的病毒感染病例是大幅度的增加 那么这两个省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被封在省内不让外出 很多城市开始封城 而社区和农村都开始封锁 其中河北省就出现了一例死亡病例 可以说这是八个月之后中国申报的第一例死亡病例 就是说从去年五月到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出现过死亡病例 当然也不是说没有出现过 中国官方是没有报的 但是现在开始报了 与此同时世卫组织的一个专家组也是开始抵达武汉 对新冠病毒的来源来开展调查 其实如其说他们是来调查的 我觉得不如说他们是来考古的 因为现在中国的像华兰海鲜市场还有P4实验室 可以说很多地方都被处理的干干净净 一年多过去了 还有什么痕迹了 对不对 基本上他们是找不到什么证据的 来了可能就是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思 走一个过场 给世界一个交代 病毒可能是不来源于中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我估计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们来 意义其实上是不大的 可能来就是相当于考古 不要说是调查了 应该就是考古 中国卫健委在1月15日 在新冠病毒的疫情通报会上就说 截止1月14日 中国的新增确诊病例是138例 就是前一天有138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是14例 本土的病例 河北省就有81例 而黑浓江有43例 河北新增的死亡病例了1例 那么这是去年3月5日以来 当日新增病例最多的一天 就是1月13号 10个月之后的一个最高峰 卫健委在1月12日的报告 新增加的病例总数 已达到了115例 可以说这个数字也是不小的 这两天都是一个小高峰 病例感染数 呈现出一种加速上升的势头 至此在过去10天左右的时间里 中国河北省的总感染病例数 接近了800例左右 大家想想 之前在半年多的时间里 中国官方通报的全国的感染数字 是全国的 总共每天基本上有的是几例 多得了二三十例 对不对 但是这连续的8天 每天都是100多例 这短短的两周左右 单单一个河北省一个省 它的感染病例就高达800多 近千个 那么这还不包括像黑浓江 辽宁这些省份比较严重的 可以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数据不透明 但是单单这个增加的幅度 其实就可以感受得到 中国的疫情 其实已经是第二波爆发了 我记得之前 带货王钟南山他说过 说中国的疫情 不会有第二波爆发 我相信大家现在 没几个人能记得他的话了 但他当初确实说过 我不知道现在像河北黑浓江 这种爆发程度 算不算是第二波爆发 13日新增的一个死亡病例 可以说这个也是引起了全球的瞩目 我们知道当初在武汉的时候 很多死亡病例就是因为没有确诊 就是没有做核酸检测 没有确诊 没有住院 在家里面就死了 所以这些人 没有纳入武汉的死亡人数统计中 所以中国这半年来 到底有没有因为感染而死亡的病例呢 可能也只有中国的官方说的清楚 而实际上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 截至1月12日 世卫组织记录 中国在2021年死亡病例总数是12例 也就是说今年才两周左右的时间 中国新冠的死亡人数已经有12例了 但是中国官方只公布了一例 我相信世界卫生组织 它有自己的渠道 在各个国家能掌握一些信息 对不对 很多东西不是完全你中国官方说了算的 人世卫组织 它也有它的调查渠道和信息渠道 所以我还是选择相信世界卫生组织 它的数据是两周之内 中国死了12个人 但是八个月之后 中国政府重新开始公布死亡病例 可以说不管怎么样 这个行为了都说明中国的疫情这个情况 这个严峻程度是不一般的 死者他是河北省的一名女性患有基础病 后期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死亡病例出现 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去年开的表彰大会 可以说基本上是白开了 抗疫胜利表彰大会 大家应该记得 那么大国防疫目前来看 我觉得是没有胜利的 基本上是失败了 也许明年后年 他们还需要再表彰一次 到时候再发几条金链子 当然除了死亡病例之外 最近黑龙江疫情 它的风暴中心就是碎化市 有视频报道 在12月中旬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随地倒 目前黑龙江的碎化市 可以说是整个省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碎化市下面的旺葵县 在1月15日 有网友就发了一个视频 披露在去年12月25日 也就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于1月9日通报了 黑龙江碎化市疫情的两周之前 在碎化市的润丰园小区大门口 出现了一例随地倒 大家知道随地倒是什么概念 基本上就是说 疫情可能没有被发现 然后在外面 因为它感染了 就倒下去了 倒在地上 当初在武汉是看到了很多的 网友他发布的视频就显示了 去年12月25日 碎化市的润丰园小区大门口 出现了一例随地倒 倒地着正好是躺在了小区门口 警务室的面前 一动不动 在路边还停着一辆警车 许多民众在很近的距离就围观 因为当时中共当局对碎化市的疫情 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报道 可能也是不够谨慎 麻痹大意 对不对 没有发现 那么而且当时的很多围观的群众 是没有戴口罩的 那个人倒在地上 说明大家都没有想到 一直没有出现病例的县城 突然开始出现了爆发的苗头 就像当初的武汉一样 到处是随地倒 之后武汉的疫情 才是大规模爆发的 那么正是因为中共当局刻意隐瞒疫情 整整两周的时间 所以民众在此期间是没有什么防护意识的 所以两周的时间正好是病毒的一个潜伏期 从12月25日两周之后 也就是1月9日 疫情就开始在碎化市大规模爆发 造成了疫情大规模的蔓延 根据官媒的报道 1月9日碎化市旺奎县人民医院在门诊部就诊的一个患者 是叫王某某 她是一个女性 她是核酸检测呈阳性 是1月9号 那么碎化市旺奎县 她这个疫情就开始 从这里开始爆发了 到1月11日 黑龙江碎化市通报就说 碎化市新增无症状感染病例就达到了20例 而且20例全部都在望奎县 所以两天的时间从1变成了20 而在1月15日 黑龙江就通报 新增的43例确诊病例都在望奎县 另外新增的31例无症状的感染者 其中望奎县就达到了25例 截至1月14日17点 碎化市的确诊病例累计是92例 其中望奎县有89例 无症状感染者累计110例 其中望奎县有104例 而刚刚黑龙江的数据又出来了 又增加了20多例 可以说这个数据也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目前 河北的石家庄 邢台廊房 以及黑龙江的碎化 旺奎 都是本次疫情爆发的一个中心 可以说也都是目前封城的一个重点 封城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城市和县城 其实 疫情对民众生活影响最大的 还是封城的一些措施 目前中国政府对总人口超过1700万的石家庄 和邢台实施了封城 两个城市加起来 基本上是1700万 石家庄就有1100万 剩下600万在邢台 可以说一个半武汉了 下面呢 对几乎所有这两个城市的居民进行病毒紧急的核酸检测 有的地方呢 是反复核酸了 做过三四次 那么到本周 封城可以说已经扩大到了北京周边的廊房 以及东北省份的黑龙江 黑龙江主要是下面一个线呢 就是碎化下面的旺奎线 同时呢 北京的一些曲线也采取了封闭的措施 那么为了控制疫情蔓延和扩散 这次疫情严重的河北和黑龙江当局呢 已经对受影响的视线采取了严格的封城措施 2800多万人呢 被要求禁足在家里 很多社区呢 都开始止禁不出 很多家里的门呢 都开始贴封条 不让人出去 我看到一个视频里面呢 一个开卡车啊 开货车的一个司机 居然呢 就被贴封条封在了车里面 可以说确实啊 也是创造了大国抗议 无视人权的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记录 把人封在车里面 封在这个箱子里面 可以说 那么就算有人说司机啊 是往疫区送物资的 但是啊 你送物资也不至于把人在车里面封死啊 别人司机是要吃喝拉撒的 对不对 你不能都在车上吧 不下来放风 一直都待在车里面吗 所以我还看过一个视频呢 一个河北人呢 被封锁在外省了 他回不了河北 但是外省呢 也不接受他 所以他只能在外面游荡 那么这个案例 其实就和当初湖北的一个司机 在高速公路上开了几天的车 他下不了高速 因为别人都不让他下 对不对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例子 这也是武汉封城中 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 现在全国很多地方啊 对河北人也是非常歧视啊 酒店很多是不让他们住 就像当初歧视湖北人 到处抓湖北人 歧视上是一样的 之前大年荆州封城的时候啊 很多人在小区里面喊 要物资 要粮食 要吃饭 那么昨天呢 我看到一个视频呢 河北人居然在小区里面了 拿着手机当电筒 在那里一起唱歌 大喊大叫叫什么河北加油 可以说这种情形呢 其实和当初湖北封城的时候啊 也是非常之像的 开始了觉得封城好玩 对不对 很激动 在那里蹦蹦跳跳的 一起唱歌 一起喊楼 但是到了后来啊 就有气无力了 吃的东西也没有 喝的也没有 可以说有些人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宁 那么那个时候啊 可能就知道厉害 当初了最典型的例子啊 就是武汉的敲锣女 对不对 他妈妈要到医院去看病 但是没有人管他们 然后在阳台上敲锣 喊救命 就是这种情况 我觉得啊 未来这个河北 或者是黑农江 很多地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昨天看到的消息呢 这次疫情突发的重灾区啊 就是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 在13日开始在正殿县的文正大街 建设集中的隔离点 石家庄呢 已经在开始建设类似武汉的火神山 雷神山那样的大型的临时医院 石家庄这个临时医院呢 可能说占地啊 是500亩 共计了3000套集成房屋 那么这些房屋呢 都是可移动 可拆除的 共被隔离人员使用的 可以说这个规模也是相当的大的 我看到视频里面呢 也是一片大国抗疫大积雪 没有想到在武汉封城之后 一年多的时间 还能在号称防疫已经取得胜利的中国啊 进到这样的场景 可以说也是很意外的 想不到的 那么现在我感觉再听到火神山 雷神山这样的词 真的觉得好像是恍如隔世的那种感觉啊 抗疫都已经一年多了 还在建火神山雷神山 那么在当时进武汉的火神山雷神山呢 其实那时候给人的感觉 好像就是有去无回 进呢就出不来的感觉 像进集中营的感觉 那么现在石家庄又在开始建这种东西 目前呢 离春节 也就是2月12日呢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新年前后呢 可以说是中国春运最繁忙的时候 通常啊 是数亿人次的一个人流啊 从各地回家过脸 或者是外出旅行 那么为了控制疫情 黑龙江卫生部门呢 14日啊 是建议本地的3700万居民 在春节期间尽量待在家中 不要做不必要的旅行 河北省当局也是采取措施 对石家庄 刑台 廊坊 等等的一些重点城市 重点地区 实施交通的管控啊 比如说机场 是停飞 火车站 停止售票 长途大巴车 对不对 停运 还有呢 像室内的 你像公交车 地铁 基本上都停了 就是这些封城 比较严重的几个地方 基本上都采取的是这种措施 我看有的报道里面说 有些护士上班了 都找不到交通工具的 可以说这些完全都是当初武汉封城时候 一些现象的在线 官方呢 要求人员车辆非必要 不进不出 外防输出 内防扩散 当然了 河北措施啊 这么严厉 他们主要呢 还是有政治任务在的 主要是为了保北境 河北的省委书记啊 王东峰已经在上周就承诺 说河北省要当好首都的政治的护城河 大家体会一下这句话的含义啊 当北京的政治护城河 甚至啊 他们连两会都已经开始推迟了 而全国很多省份呢 也都在开始推迟两会 我不知道中国的这种两会啊 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和政协 这两会啊 会不会推迟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说白了 现在就是不让疫情 不让病毒进北京 尽管呢 北京他自身的感染的病例 也是越来越多 北京的麻烦呢 其实也是越来越大 我看现在北京呢 也是风声喝礼 前几天呢 发现了一起网约车司机的超级传播者 现在据说了 坐网约车呀 都需要扫码 一旦有人感染呢 可以快速找到密切的接触者 很多之前呢 其实是河北的地方 但是啊 被称为黄金地带的县城 都开始被北京来封锁了 在这些县城里面居住的人呢 很多人是在北京上班 就是两地跑 那么现在他们要上班 进北京就很难了 被拦在门外 就算有的人 有三天之内的核酸检测的结果 别人都不让你进北京的 而北京城内呢 他们这里的人出去啊 也是很难 出去啊 很多还需要审批的 有的排队都要排好多天 但不一定能批准你出去 像北京的一些机关 事业单位 军政部门 对不对 他们要出城 这些部门的人员要出城 有的也是更难 还要审批的 比如说北京基本上 事实上已经是封城了 目前封城的地方啊 主要有石家庄 邢台 廊坊 以及黑浓江的旺葵县 总人数了超过2200万人 可以说全部被封在家里面 受影响的人数啊 可以说是去年一月份武汉封城的两倍 虽然啊 在全世界上相信中共政府数据的人看来了 中国这年续八天每天一百多例啊 可以说跟美国一天25万例左右的感染数比起来 根本上是小儿科 很多人看起来啊 觉得你看美国你一天都200 你看美国一天都25万例了 那么中国一天才100多例 这个算什么呀 对不对 很多人其实都有这种想法 但是他们忽略了中共的数据是根本不透明的 他们公布的数据要尘业十 还是尘业多少 才能是真实的数据 这个真的不好说 那么就算是这样的数据啊 每天就算是100多例 可以说也完全足够打脸习近平所宣布的什么大国抗疫取得胜利 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目前呢 山西以及东北的吉林也通报了新冠的确诊病例 在星期三的时候呢 上海市啊 呼吁市民不要离开上海 还宣布了来自或者是途经中风险地区的人 应该在家里面自我隔离两周 两次病毒警测阴性之后才可以出门 来自或者是途经高风险地区的人呢 要在政府指定的地点集中隔离 武汉可以说也出现了传言 称该是了可能会再次封城 虽然这种说法目前对武汉来说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说武汉现在还要封城 但是啊 官员们呢 武汉的一些地方政府还是很紧张的 我让他们在桥口区很多地方啊 在做体温检测 前几天呢有一个河北的人到武汉打工 好像是也是成为一个超级传播者 所以武汉现在也是非常敏感 如果武汉二次封城的话 那么这个政治影响 这个对大家信心的打击可以说就非常之大了 目前来看来这种可能性确实不大 春节呢也是马上也到了 这是一年中人流最大的一个高峰 可以说全国各省市啊都是如临大地 基本上都在呼吁民众在本地过春节 不要到处跑 中国政府呢已经开启了对五千万人进行疫苗接种的一个计划 全国有数亿人呢在春节这个传统的佳节要回家过年 截至周三呢政府已经发送了超过一千万剂的疫苗 那么中国的政府是检告人们呢 说即使接种了疫苗也不要在春节之前出行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疫苗可以说这个质量是越来越差了 这个疫苗的画皮啊在全世界正在被慢慢的揭开 中国呢他正在国内推广这些连医务人员都不愿意打的疫苗啊 可能对疫情的扩散呢是没什么用的 中国科兴生物公司呢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 目前呢在巴西进行的临床试验 一个最新的数据啊他就显示 他的有效率啊只有50.4% 大家想想只有50.4% 可以说勉强是达到了国际认可的疫苗有效率的最低的一个门槛 而且呢更是大大的低于啊 科兴公司在上周公布的一个数据 科兴公司呢在上周公布的有效率是78% 那么78%还说的过去对不对还可以 这明显可以说就是低于英美疫苗90%以上的有效率 但是呢这个78%还算过得去 但是啊最近在巴西得出来的数据可以说就比这个78%呀 还低30个百分点 那么大家想想这对科兴甚至是整个中国疫苗的信誉 都是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都是一个打击的 科兴疫苗三期临床试验分别是在巴西 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三个国家进行的 此前呢土耳其公布的临床结果显示啊 疫苗的保护效率是91.3% 印尼临床结果显示了疫苗的保护效率为65.3% 而这一次居然刚刚达到50% 所以如果按照方舟子的算法啊 我看经常关注他的这个推特 他其实还是比较理性的一个人 很多说法呢 还是讲究科学的 他说如果按照他的算法 中国疫苗的保护力啊 连50%都没有达到 土耳其的数据呢 91.3%的明显就是花钱买来的 而对比一下呀 你像辉瑞疫苗 还有莫德拉公司开发的疫苗 这两个呢临床的效率分别达到了95%和94.1% 这就非常之高了 就算是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它的有效率也达到了70.4% 可以说也都远远高于中国的科兴疫苗 所以未来的抗疫啊 我觉得一定比拼的是疫苗的接种的速度 你别看现在你的感染数 你的死亡人数比较低 但是你疫苗的接种跟不上啊 可以说未来也是很被动的 现在看起来疫情不严重的国家 如果未来你在疫苗接种上 你跟不上 那么可能出现的情况啊 就是别的国家 全部都已经接种了疫苗 至少60%以上的人接种了疫苗 产生了免疫力 对不对 有群体免疫了 那么最后啊 你这些不严重的国家 因为没有及时打疫苗 你反而啊 病毒还会持续的爆发 所以也许未来的美国和欧洲 或者是可以率先实现群体免疫 但是现在做的好的国家 未来不一定能实现群体免疫 目前了群体免疫啊 打疫苗做到最好的是 以色列这个国家 他们好像有一半的人 已经打了疫苗了 可以说 当然是欧美的疫苗 目前了中国的疫情 还在持续爆发 一个一个的城市啊 在封城 那么现在这似乎已经成为 中国抗疫的一个标配了 没其他的什么办法 就是封城 封社区 封在家里面 对不对 中国式的封城 可以说是为了控制疫情 一种非常变态的手段 这种手段可以说 也是害人听闻的 基本上很多国家是做不出来的 比如说把人封在货车里面 还有把人封在家里面贴封条 把门锁上 汉上 对不对 那么什么人权 什么自由 全都不要了 全部就是把你隔离起来 就像关在牢里面一样 就是为了控制疫情 当然你从公立的角度来说 很多人也认可 我不要自由 我只要控制疫情 我不死就行了 对不对 那么你如果这样说 那也就无话可说了 那么这样的措施 可以说 只有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 才可以做得到 欧美是做不到的 但是即便是中国这种措施 也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中国的疫苗不过关 不能实现群体免疫 可能未来抗疫 是最大的一个硬伤 那么最终 中国的抗疫 可能会起一个大早 赶一个晚急 成为龟兔赛跑里面的 那只睡觉的兔子 被欧美远远地甩在后面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就拭目以待吧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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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